哇 你抓住吗 你现在把你抓住 你抓住 哇 居然在新北地院的门口 公然呛警察殴打债权人 带头的就是恶名昭彰 绰号木瓜的 竹联邦农堂陈姓堂主 这位竹联邦堂主作风嚣张 更公然在脸书 对仇家发布追杀令 而且还三不五时 在脸书上po文呛警 不断挑战警察的公权力 104年级到最近 持续在新北市 某实力高中校门口 海山捷运前面 还有新北地方法院前面 多处多次糾纵 那帮派来斗殴 以称县为首的集团 涉嫌多起暴力恐吓的案件 手法都是假借 帮助债务人的名义 取得债务人的信任 再骗他们签下债权抵押房产 再进行讨债 另一方面又对当铺勒索 威胁举发放高利贷的不法行为 估计有50人受害 受骗的金额上千万元 这样两边都骗你不会老心不安啊 顿顿顿顿 还顿 陈信主席移送过程中毫无回忆 警方也持续扫荡帮派 让民众过个好年 游电TV谢绿新台北报道